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努力发出霸杰文宣 甚至推出网路频道主持霸杰news 针对霸杰议题舞露街 主动初级面对外界质疑 透过直播发声 第一时间澄清 目前规划每周一次 每次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 因为面对霸杰投票 只剩下不到两个礼拜 霸杰团体决定再加码 告知社会大众 这个事情已经不是奉善的事情了 而是全台湾人的事情 所以后面我们会紧锣密鼓的 去参加所谓入战的部分 除了座谈会之外 我们目前我们也预计 在1月31号 还会再办一场 像123这样的大游行 24号成立霸杰news之外 霸杰团体准备在1月31号 在举办一场比造123的大游行 投票前一天2月5号 则将举办霸杰之夜 面对霸杰团体来势汹汹 不同区的绿营议员 也跳出来声援黄洁 强调报复罢免 最后受害的将会是凤山人 倘若霸杰成功 凤山将少一席议员 而且是没有补选机制的 替高雄发展着想 身为三名区的市议员何全峰 提醒凤山选民不要被报复情绪左右 会秉持着平常心 也是继续的擒袍基层 为民服务 我相信我没有做错事情 我相信选民都会看在眼里 那最后给我一个温暖的支持 紧握选民的时候 黄洁假日不休息 到凤山各邻里勤发春联 把握和市民的每一次互动 增加好感度 要在2月6号当天替自己 申取更多的不同意票 TBS新闻张力霖 刘璇 高雄报道 网上看新闻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